《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來到今日的《釋放香港》 我們今集很高興請來兩位來自蔡元村的村民 在我這邊的就是Josephine Josephine 你好 這邊就是阿祝 各位觀眾你們好 很開心 因為其實講起蔡元村 第一次去已經一兩年前 是 開始抗爭 經過這兩年 其實蔡元村的轉變也很大 但又發覺村民是真的可以展現到一些 你們的毅力和團結 今天來到這一刻 我知道其實大家都在等待新村開始起 我今天正邀請你們來 讓大家知道蔡元村民最新的發展是怎樣 你們最近在忙什麼 阿祝可否可以說一下你們現在最新的發展是怎樣 在我們說我們忙什麼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要感謝香港所有支持蔡元村的市民和朋友 有他們的支持和幫忙才能夠達到今天的局面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搬到新村的地方 我們現在就是住在臨時屋裡面的 臨時屋其實就是政府幫我們建的 村民現在的狀態就是在練習中 如何大家可以住得更加緊密 以前村民都是跟在村裡面住 大家很熟悉的 但是大家就是各自有花園 各自有蘭山的在家裡 但是現在距離很近 沒有蘭山的 我們可以這樣推開窗 可以拿一碟送給旁邊的屋 類似這樣 當然 我們有兩層樓的 現在的屋就是因為臨時屋有兩層 兩層就是將幾十家人住在那個位置 那些屋就是我們看到民村的屋差不多 就是在升鐵底下 合作於發泡膠類的 就是輕質的 樓上的人走路 我們都聽得很清楚 是有新嘗試 我們要學習說話細聲一點 因為我們過去村民每個人說話 都是很響亮的聲音 很爽朗 那些聲音是很自然的 現在不是了 可能每件事都要開始練習 可能你們在市鎮住的人習慣了 但是我們本身在空曠地住的人 就要重新改變一個生活態度 但是由於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大家都很和樂 大家互相體諒 學習一下 住得緊密的時候 大家的態度 或者是怎樣適應的 但是也很開心的 其實 因為真的沒有試過 以前可能中間 兩個杯子有這樣的距離 現在就是這樣 但是發現 有另一些樂趣 我們之前都沒有發現 還有很多設計師幫我們設計 臨時的擺位 他留了一種樂趣 有另一種樂趣 是我們之前也沒有發現的 還有我們其實也很多得 之前有一個設計師幫我們設計 臨時的擺位 他留了一些公共空間 就是在屋與屋中間 他也特別畫下了一些公共空間給大家 現在有些人用公共空間去種田 就是種少許東西 另外就是 我們更多時間 會在公共空間吃飯 開張牆桌 看著日落吃飯 星期六日 小朋友可能會在公共空間 踢鍋 打羽毛球 反而是 比起之前可能有另一種 大家意想不到的樂趣 我覺得你們很好 總是在一個平凡的生活裏面 都找到一些樂趣 做人最好就是 很正面 和面對 雖然現在可能跟之前很不同的環境 但是都是找到樂趣出來 其實現在有多少戶人 住在臨時屋 其實現在那裡 總共有18棟這些房屋 你遇到大概有些是二十多三十戶 因為有些居住在親戚那裡 很歡迎 有些是一幢樓兩個火人 總之基本上就是這樣 而且他們的衣服都曬在樓梯 就是一幢樓梯 那你會是一幢樓梯 有些是一幢樓梯 我會看到你們的 當然歡迎 不過大家可能會覺得環境 比較凌亂 因為 因為旁邊仍然是一個地盤的感覺 全部都是泥頭 其實旁邊就是蔡仁新村 其實我們現在借用了我們將來的公田的位置 如果朋友知道的時候 我們分開北區和南區 有兩塊公田 即是兩個杯的盡頭 這兩個盡頭就是南區和北區的 那些屋子在這裡 中間就是我們將來建屋的地方 哦 建屋的地方 是的 所以我們借用了公田的地方 現在建了臨時屋 然後第二次就是 建好之後我們搬進新屋 臨時屋就會拆走 我們就會在下面做間中 間田 其實你們整個規劃好沒有 即是蔡仁新村的布局 那些田已經完全規劃好 是的 其實很多只有我們工作室 有設計師幫我們規劃好 主要是黃維仁老師 以及他的工作室 幫我們規劃好整條村 如何佈局 亦都做到是一條生態的村 我們會嘗試將水循環再用 我們會嘗試用廚餘去堆肥 其實現在在臨時屋 我們都當作是一個練習的地方 我們會嘗試用廚餘去堆肥 是 亦都開始教大家 就是垃圾分類 分開不同的垃圾種類 在村口收集 鋁罐、玻璃瓶、膠瓶等 讓大家習慣這些模式 第二次去到新村的時候 其實就把整套搬到新村 很豐富 我們的生活 還未入新村 已經在練習 其實現在 譬如你們也有些小朋友在 他們的感覺如何 對於新環境 其實也很新鮮 因為 以前反而 可能一家人去第二家人家裡玩 會的 都會這樣去隔離輪車玩 但是要踩單車 是的 還有 可能媽媽要跟過去 一起看著 但是現在反而就不會了 有天雅 因為其實很狂鬆 大家庭 是的 那就變成了 幾個弟弟走來走去 其實不用跟著他 因為很近距離 可以很放心他四處走 因為旁邊很多水坑 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是跳到水坑玩水 玩了一陣子 玩了一陣子 然後就回去 換衣服 然後再來玩 玩了第二陣子 所以 他們最初就 都會覺得 好像 跟以前很不同 而且 經常都要叫他們 小聲一點 不要太疼喊 最初他們就覺得 不行 很奇怪 不行 現在基本上他們都習慣了 總之一大喊 慢點 其實就已經出來玩了 很可愛的人 就是又可以 能一能伸 其實都容易習慣到新環境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其實是有一個盼望 有一個展望 其實新村是未來的了 還有九個月 我們就可以搬入新村 又有一個新的開始 新的耕作的開始 是的 我們現在其實都 剛才Josofine說 那些村民已經是有耕田的 因為其實他們過去也有耕田 是否停不了 不是 其實停不了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一個原因就是 在這裡有什麼世藝 你和我們已經這麼近了 我們又沒有什麼別人的事可以說 我們都要找一些話題的時候 你種一些菜的時候 那你有世藝有動作 另外談論一下我的波催 大得快慢也好過日子 還有我們已經規劃了 將那塊工田分開 每家人都是佔等份的 你們管理自己的等份的工田 我們都是用有機的間種 可能將來也會有一個農業小組 我們預計切開農業小組 就是如何去鋪排 分排大家種不同的植物 還有可能也是要學習如何去銷售 因為這個有機的銷售 就會跟我們常規過去農業的銷售不同 過去農業的銷售我們就送去菜站 蔬菜、土營處幫我們燒 但是你做有機的時候 你放進去那些地方的時候 你的價格就會被降低了很多 或者跟大陸的菜一樣 這樣燒出去就不值得了 那我們就可能會考慮到用網絡 或者是用一個暫身的營銷方法去改變 可能會這樣 希望實行得到 另外就是我們的工田 其實比47、5間 其實每家平均都只有800平方 很小 我們也預計會租多些田 那間的面積是大一點 可能是幾萬呎 我想教別人的間 這個也是我們考慮範圍之列 就是開教學班 其實教學班也很大意義 因為香港很多獸仔都不知道自己的食物在哪裡來 是啊 很多他們誤會的東西在哪裡來的 還有食物如何珍惜 書本講很多 要他們見過摸過他們的態度 就會認真很多 因為你們有很多心得 過去那兩年 其實我們看你們有很多食物在那裡 全部都在田裡耕耕 然後又自己弄來吃 其實那些經驗 其實真的可以和人分享 尤其是你們現在這麼好 可以在一個村子一起 去開創一塊新的地方 其實把經驗和大家分享 即是有興趣的人分享 當然 都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我記得那時候你們好像去過台灣學習 是不是 是嗎 不是的 我們完全不是去玩 而是去考察的 我們當時有幾個村民去 其中有宋太和我 還有幾個義工 Banny Banny也去 還有Bobo也去 阿珍也去 村長珍 是的 有幾個人去 我們去參觀過別人的地方 其實我們去過兩次台灣 一次就是看學學人如何抗爭 是啊 學到東西回來 衛寶家園 我們就是來抗到底 是啊 我們都向你學習的 這就是台灣的三鷹村 又看到去的時候 去過一個叫做 那個叫甚麼岩 我不記得很清楚 近著台大附近的一個地方 就是講一個舊的村 就是如何把它保留下來 還有重新把它見到 寶藏岩 寶藏岩 重新把它收輯 然後給予原住的老兵 再住進去 其實我們看到它的成功 對我們當時也是很大的鼓舞 我們去的時候 那些人聽到之後 村民的紅心也很大 另外我們去看田 我們另外一次去台灣 又去看別人的田 那個叫雙絲寮 有些發展商 等到去收他們的地 我們看這些田 真是冷得不得了 覺得如果這樣被人收 好像將一個歷史 和將自己的根也會脫去 我們更加會堅定一些 去爭取自己 其實去參觀過 對自己的決心是強很多的 是啊 去吸收一些氣餘 回來叫大聲 我一定要這樣 那裏是怎樣的 其實你剛才說的地方 有抗爭嗎 現在好像三銀邨一樣 三銀邨其實是一個 屬於一個 我們怎樣說的 台灣的本土 我們叫做什麼 原住民 原住民 因為是政府去收他們 經常要趕他們走 要那個地方 不知是建公園還是建什麼 他們政府拆完他們的臨時屋 他們建立臨時屋 又再建立在旁邊 拆了十幾次 也是建立的 是啊 所以他們 令到我們覺得 鬥心要強一點 和穩定一點 其實他們給予我們的鼓勵 是的 其實我們當時 當你們在最後的階段 要巡守 那個階段 最痛苦的階段 是啊 我們有時未必能進來 但是很多時候在網絡那裏看到的 是啊 即是你們要在這裏巡守 要在這裏守住 不讓他們進來 那個其實都是很感動的 因為你們是有那種能力去面對 那種困難的環境 因為那個是家來的 所以 你是想著 你不可以沒有自己的家 那自然就會站出來的 是的 但是結果其實 其實經過了這麼久 那當然 你覺得你們有沒有得到一些東西呢 其實 其實 我們得到 當然 我們沒有了自己原先的村 其實現在這條村已經封了 是的 我們就搬走了 我們得到的其實是一個 起新村的新希望 是的 我們得到的就是 將我們的生活 以及我們的生活模式 可以告訴全香港人 其實不一定要住在房子 不一定要朝七晚十一去上班 其實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選擇 我覺得我們得到的就是 我們將這些資訊 或者這些東西 和全世界分享 讓其他人也了解我們更多 是的 其實那個信息也很強 我們在外面 我們都感覺到 你們為了 捍衛自己的家園 很努力 那個家園未必是豪宅 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小村落 但是 是你們的家 所以你們是用了很多的心機 我最近在看一些高鐵人的照片 是 苦行的那些 其實那些朋友去策劃這個苦行 也是令到我們改變了我們的決心 就是要做一件事的時候 要不怕別人的責罵 不怕別人的吐口水 其實我們在街上做苦行 不是一件容易 你要拋下你的身段 你要你自己的心很堅決才能阻止 你在一個大街大學 叩拜 別人會說你的 我們經過街市 別人會說你會阻礙這條街 說一些難聽 有些人會說你阻礙起高鐵人 什麼都有人罵你 但是 我們都忍住 忍得到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成功的機會才大 還有 這個訓練其實是一種修行 你不是說 我上山練武功就可以了 你要在社群裏面 一個人很難丟下你的身段 如果你能夠放得開的時候 這個人已經去了另一個層次 很多無謂的事情 你都不會跟他爭拗 覺得有些品嚇的事情 我不會去爭執 我知道我清晰我的目標是什麼 而當時的村民是很清晰自己的目標 而創作苦行的朋友 我們都很感激他們 因為有他們創作這個活動 令到全港市民關注這件事 同時獻出他那份愛心和關心時間等等 跟他們無關係 但是他為什麼要為我們 他覺得公義給任何事情都重要 在我們蔡兒圈來說 亦是指現了這件事 其實是感動了很多人的苦行 因為我也有苦行 有時候上去西座 然後鬥圈在那裡 其實是很感動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個過程中 你一個人很安靜 但是你又在反省 很多東西好像片段不斷滾筒 在腦袋滾出來 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是的 因為其實都要給大家知道 抗爭不是升西力鐵 用你的身體去衝擊任何人 但是這些是一種比較靜態的抗爭 我們會這樣去形容 你又很堅定 但是我未必是要用埋身肉搏 但是那個效果是很強的 感染力是很強的 所以我們也很感謝所有支持我們的朋友 我們多謝你 其實你們很勇敢地 是可以讓大家看到一個 在偏遠的一個小小的情況 但是你們在挑戰一些 所謂的一個主流的價值觀 譬如要建高鐵 要為了發展 要放棄 要剷除一些原有的生活環境 現在似乎好像主流的發展觀 就是要這樣 但是其實不是每個人都 都同意的 很多人 譬如你們就算我們這樣 我們都覺得 其實我們需要有平凡 我們的生活很平凡 但是很安穩和很安靜 你不要為了所謂的發展 社會的發展 就要來犧牲小市民的一個生活 我覺得上次高鐵和創元村 是帶給大家一個很好的信息 也鼓勵了很多人 我們都很深受感動 其實整件事 我看到你們現在 除了自己準備去新村 有時候都會出醒 我最近看到你們有去美夫 真的很深受感動 我們有去美夫 對 因為我們都很感謝很多人幫我們 為什麼大家會站出來幫我們 是因為公義 美夫新村的朋友 其實他們站出來都是因為公義 我們會覺得 大家都是一些受過壓迫的人 我們想去支持一下他們 告訴他們他們不是孤軍作戰 身邊有很多人會支持他們 我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希望他們獲得他們 現在大家經歷過這一類的抗爭或運動之後 很有趣的 越來越多的組別 例如蔡元村那時 例如市區重建 H15 藍屋 藍屋 藍屋那些 到處大家去聯絡 互相鼓勵 我覺得如果以市民的角度來看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其實我記得在2009年的時候 藍屋他們 也有帶一群朋友 天天晚上進來 我們開村民大會的時候 進來支持我們 當時剛剛藍屋被政府通告可以保留 當時我們還在跟政府叫交代 哇 藍屋都可以 可以不用搬 我希望我們坐在村不遷不拆 當時叫得更大聲 更加有他的鼓勵 其實我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因為前人走的腳步 我們今天不是不遷不拆 只不過我們是搬去一個新村 去轉換另一個新生活 但也是我們自己的取向 但是很多事情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才在蔡元村 沒有前面的人 沒有藍屋 或者沒有其他村去做過其他的工作 或者沒有本土行動去爭取皇后碼頭 只是現在忽然間 蔡元村去爭取這件事 又未必得到成功 其實都是所有的經驗 歷史 積聚出來的 很多事情都是有人走過腳步 我們只不過再幫忙走多幾步 可能將來還有另一條村 就真的不用搬 不用拆了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說 你支持我 我支持你 是重要的 不是你顧自己的時候 肯定會很快消失 其實都是一步一步走出來 大家互相吸取大家的養份 譬如從你們的經驗 我們可能也學了很多東西 那種不肯放棄的 是很好的 我覺得會給大家很多啟示 其實現在在市區 或者新界其他地區 都面對很多這些賊錢的威脅 我們也見到 這裡有建立鐵路 那裡有建立公路 很多都是被人迫遷是無聲無息的 就算我們的朋友馬市部那邊 也被人迫了十年 原來迫了十年 我們初時以為不是剛剛發生的嗎 不是啊 已經十年前已經開始了 不過是無聲無息的 不過蔡元村是比較公開化的 所以人人都知道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說 不斷地無聲無聲 你不出聲 別人就以為你容許他去逼你 最近也有人這樣說 是被人習慣了 為何你要跳出來 我說為何我要再容忍呢 是不是 不是因為我是女人 就要被人欺負的 不是因為我們是小村 就要被人欺負的 總之我們要站出來 出聲說說不的話 我想大家有同樣意願的人 一起走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會比較容易走 是的 我覺得越來越多 人當然受到你的感染 以及知道我們可以團結 可以有力量 其實就 甚麼都能做到 我比較正面 當然 可能過往 和你所說 真的習慣了被人迫走 因為不是原居民 但是現在 我想經歷過你們這次 可以集體搬村 大家都明白到 其實團結和爭取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其他村子 可以有你們的啟示 我看到馬師傅那邊 也有些進展 是的 我看到他們也聯合起來 而且他們也有設立一些組織 包括馬寶寶 有一個農場 是的 他們也有種東西 有些一起去賣東西 還有其他的活動 有人牽頭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是的 起碼引起人不關注 因為其實 所有這些 其實我們 坦白說 我們不是為了抗爭而抗爭 我們會覺得 有沒有需要去發展這些東西 有沒有需要為了發展這些東西 而摧毀現在現有的東西 所謂的發展 是否一定要拆掉現成的東西 重新再起 我覺得這些東西 是有需要想的 在現在這個時候 不單止是香港 其實很多地方都是 其實為了 我不知道 為了下一代 為了全球 其實是否也要想一想 是否發展得太快 有些東西 其實是否不需要全面產平 再重新建立 而是在現有的東西 去優化它 去再建立一些新的東西 我會覺得 可以值得大家去想 是的 想了很多 其實我們這幾年 大家可能都會想想 究竟快樂是來自哪裡 是的 不斷地拆掉屋 然後蓋上路 蓋上橋 不快樂 是的 我覺得一點也不快樂 是的 有時所謂的進步 帶來了甚麼呢 你們坐完村 令人感受好心的 就是平凡生活的快樂 因為其實很老實說 真的不是每個人都想做李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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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老實說 我們只不過是需要自己的生活 我不需要像李先生那樣 就是萬千萬千的財富 其實未必需要 我想大家有大家的選擇 大家有大家各自他們的取向 對於新村有沒有信心可以做得好 我們是很努力當中 還有沒有一些事情會 有些困難你們要跳過的 其實現在 剛才也交代過的 現在就是我們看了標書 其實我們做了一輪的標書 現在我們也在看中間有沒有問題 再跟那些成建商商商談 接下來我們的期望是 天理晴朗 見屋順地來 我們也希望 見屋之餘 我們也會想上村子的長遠發展 都會在農業、生態方面 我們會擺放多點心思和多點時間 聽說你們的設計很特別 我們盡量利用天然 還有盡量希望 我們真的想做一條生態村 所以屋的方位 我們盡量避了篩斜 起碼不用開冷氣那麼多 會有一些很大的窗 令它通風流通 亦會涼快一些 我們另外就是希望在天海 可以種草來做隔熱 在很多細緻方面的事情就做 希望接下來有些新的事情 讓大家看到 還有什麼循環 是的 水的循環 是一個新嘗試 我想在香港是一個很新的嘗試 會不會養動物 像牛 我們會養魚 會養魚 我們是Josephine和阿祝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並可以繼續同樣多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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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